住在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厂房里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三年前 我从旧金山搬家来到洛杉矶的时候 我们就搬进了这个小区 一百年前 这里还是一个职场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 工厂迁走了 有意大利土豪 把这整条街买了下来 不知道他哪来的实力 把整个厂区改建成为了商住两用房 因为洛杉矶当趟 位于大洛杉矶的中心地带 自从住进了这里 办事再也没有过通勤的烦恼 也不用每天受这个堵城的气 小伙伴们要谈事 都是顺道经过的时候来我家坐坐 这里很有意思 住进来的时候 房东还会看你的背景 一般都是创意事业工作者 或者潮人才能住进来 在这里住很方便 离小东京只有一分钟的车程 不行也只需要12分钟 出门一分钟内就会有三个餐馆 但都是意大利菜 谁叫老板都是意大利人呢 其中这个以手工意大利面文明的 Factory Kitchen 相信各位吃货都有听过吧 这里还有很多很酷的配套 例如洛杉矶枪枪 洛杉矶攀年馆 还有潮人们都知道的 Undefected 也在这里开了一个健身房 南加州大学的艺术设计学院 在这里也有一个园区 坐在这里 每天起来都那么的神清气爽 都被潮人跟浓浓的艺术气息包围着 这里是我原来住的单元 这个走道 这个泳池 相信有看过老白频道的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我们搬家只是从这里搬到了对面的这栋楼 这栋楼很可爱 第一层的每一户都有一个相当有个性的卷杂门 中间没开门的这一户就是我家 其实这些卷杂门大 但它们都是后门 平时我们出入 走的都是楼道正面 因为开门没那么费劲 我特别佩服小区老板的眼光 早在40年前已经看到了当今的潮流趋势 它们尽可能多的保留了这栋厂房的原汁原味 就像这个货梯 货梯原本有两个 另外一个已经拆了 变成了一个很有工业风的天井 下面就是我们的信箱跟公告栏 改建后留下的痕迹和不再使用的大门也得以保留 有时站在走火通道的窗前 看着日落的余晖 也是一种享受 这窗户太有味道了 嗯 这就是我家 愤怒了两个星期 终于收拾好了大部分 这边是我的卧室 你看连窗户都如此的重工业风 卧室出来是厨房 厨房上面是老白频道的工作室 而老板的办公桌就在这个墙下面 我手后面遮住这扇门里面是什么 先卖个关子 小秘密回头再跟你们说 因为原来这也是厂房 所以所有东西的尺寸 跟一般公寓都很不一样 尤其是高度 有些家具你自己没法买到合适的 所以啊 有些功夫你得自己来 不仅省钱 尺寸还称心如意 这个鞋柜也是我自己拼起来的 所以有点半成品风 哎 实用就好 这个呢 就是广东男人的厨房 看不见这些厨具 我整个人都没有安全感 最后 带大家参观一下我的工作室 楼下能收这么快 是因为杂物都堆在我这了 这个地方就是我以后录制的背景墙 而实际上 它后面是一个储物空间 虽然楼下地方不小 但是可以放置杂物的空间却不多 艺术家的地方嘛 总要给你留点活干的余地 当地上这对东西分好类 存放好之后 我就可以进入正常的运营状态 以后呢 就在这里拍东西给你们看了 好了 那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 关注 你们的鼓励 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 拜拜